两个分钟 不好意思 小警 各位媒体朋友 午安安不好意思 上午下午都麻烦你们再跑这一趟 首先呢 很多位媒体朋友上午 也都在记者会的现场 我们先来把上午记者会的现场 先还原一下 那么三例是我的老东家 那同时呢 这些媒体朋友 也都很多是我认识的同事 或者是曾经认识的同业 但是今天早上这个过程呢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那么直接捏造事实的提问方式 我们再重现一下现场 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 因为昨天那个 韩市长有参加一个行程 里面有宝宝爬行比赛 但是呢 在台上的时候 市长抱起宝宝的时候 宝宝大哭 也引起这个宝宝的家长不满 很多家长也认为说 那个市长这边 还有主管当局这边 并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同意 就把宝宝抱走了 这样子 这个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首先呢 首先呢 你要先确定爸爸妈妈不满这件事情事实 他们已经有在脸书上有跟讲 好的 这位记者朋友 其实我认识他也多年了 他直接告诉我说 爸爸妈妈已经在脸书上讲了 他们不满 没有经过同意就报他们的孩子 那么刚刚我联络他们新闻部主管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哎呀他这个记者怎么会捏造事实的 他说捏造事实哦 他的主管也这样讲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这位媒体朋友 我们当场现场 其实我们选择相信他啦 因为他应该也是满资深的 他说爸爸妈妈已经在脸书上 质疑 同说了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做了回应 说相信他的说法 那如果真的有沟通不顺利 我们当然要检讨嘛 可是我们再看一次当天的画面 现在这个时候抱在手上的是别家的孩子 但是那个小孩子马上就要被抱上去了 他上去的就是他妈妈 因为第一次的妈妈就是小朋友的妈妈 非常清楚的呈现在画面上的现场 小朋友还没有报上去其实就哭了 也不是像三立新闻 从前天晚上开始报道的说 一报给韩国瑜就被吓哭了 从一开始还没有上台 他就一路哭哭哭哭哭哭 可是我其实看起来 我觉得新闻上是还蛮温馨的 小朋友就是这么可爱嘛 如果喜怒哀了可以控制 他就不是小baby了 他一上台还在哭 然后所以市长试着想要去安抚他 这是当时的新闻 他妈妈就站在后头 他妈妈并没有不同意 是妈妈亲手报给市长来报这个孩子的 好了我们先可以 谢谢 谢谢 加上刚刚 我们的朋友应该也收到了 他的父亲正式发出的声明 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他本身是中间选民参加这个活动 本来只是觉得很欢乐很有趣 所以抱了孩子 让市长一起合照 开开心心的 结果呢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个网友在脸书上自称是朋友 那么在自己的脸书 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有趣了 人家是在自己的脸书上所留言的 他本来留言的是说 他说是个小朋友 是的爸爸妈妈是他的朋友 那么其实呢 没有被告知韩国瑜要来 妈妈完全被挤在人群后面 发现女儿哭了 赶快冲上去把女儿抱回来 他非常生气 而且他也不是韩粉 这个截图今天上 我相信大家中午陆续看到 当事人已经出面来道歉跟澄清了 所以现在暂时我们也不对 这一位一般的网友来提告 但是他说 他的留言是被恶意的不明人士 他们自动的把它拿去截图 而且放在打马汉匠 还有指示读栏上面都有 就直接放了人家 未经同意的贴文截图到自己的 有恶意的这样子的脸书 粉丝团上面去攻击 直接取笑 直接孩子被韩国瑜暴走 什么孩子的妈妈非常气愤 这就是个假新闻的恶意的谣言 就在网路上面流传 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是要揪出 黑韩产业链 黑韩产业链这件事情 我们讲了一年 现在终于完完清清清清楚楚的 呈现在大家面前 网路上打马汉匠只是读栏 先用假讯息 假图 他去网路上任何的搜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家机器付的钱 这些钱去假讯息搜集起来之后 网路上先发 有时候又运用的是民进党议员 那么这次运用的是 三立新闻或者是其他的媒体 我们看到三立新闻网 直接没有经过任何查证的情况之下 就说女婴母怒诉 完全没告知 电视新闻 到今天中午我们已经发出声明跟澄清了 他们的报道还是一样 女婴的母亲声明完全未告知 这个是他的背板的大图 然后网友他们气炸放过那孩子 那么当今天早上在现场采访的记者 他的新闻内容居然还说 他求证女婴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回应 可是他早上记者会不是这样说的 早上记者会是说 爸爸妈妈都已经在脸书上说了 表达他们的不满 这个就是新闻的专业吗 这个媒体还可以信赖吗 他们的新闻都是假新闻吗 所以我们今天正式请律师 我们即将包括对于打马汉将 还有指示篤栏 以及三立新闻 三立新闻网通通提出告诉 这则待会给律师来说明 我们看到一样的标准 蔡英文总统也一样亲baby 就是亲非常的温馨跟欢乐 当然他的慰教有不同的考量 爸爸妈妈只要主观上认为 可以不可以都有不同的考虑 但是不管是哪一台哪一家媒体 请秉持专业 不要用你的恶意去栽赃抹黑 把人家爸爸妈妈 小孩是你的吗 凭什么你棒他爸爸妈妈说话呢 不管是这位记者 就位媒体或其他的人 这更证明了这件事情 过去网路上一大堆恶意的留言 都是没有根据 而媒体都是没有根据 就直接跟着报道 他也不查证的 完全不查证的做报道的媒体 非常的可耻 完全也没有新闻道德可言 我们严厉的谴责 我们请叶律师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想总统副总统选择法第90条 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意图使人不当选而 三不谣言或不实之事 构成妨碍选举的这个罪行 那么今天呢 不管是达马汉将粉丝团 或者是指示赌栏 乃至于三立的新闻 都在散布一个不实的消息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三立的这个报道 他讲的是 女童母亲愤怒 完全未告知 我想我自己本身的专业在言论自由 媒体本来要做的是gatekeeper 应该做到一个守门员的角色 当有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媒体要报导 以前应该要善禁查证的工作 不禁查证的工作 反而去特别的打击某一个阵营 去散布这样的谣言 然后跟一些色彩非常明显的 往粉专来一搭一唱 我想这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 那我们也顺便提一下 这个达马汉将粉丝团 他不是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 前面我想这个已经庆祝难输了 我们就特别再提到 除了这个以外 在上个周 在刚过的这个周末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来营的朋友 到高雄去支持韩国瑜市长 那么呢 很奇怪的是 这个粉丝专业就贴了一张照片 说你看哦 这些人都是拿着五星旗上街的 这个照片是上周 这个周末挺韩市长的游行吗 不是 这是2017年统促党的游行 拿2017年统促党的游行 移花接木 栽赃成周末挺韩的游行 好 我想这个很明显的 也是意图使人不当选而散布谣言 意图影响选情 好这也更彰显了这种粉丝专业的恶意 好我想利用网友 利用网军 再利用媒体 把网路上的谣言放大来影响选情 是一件非常不可取的事情 所以竞选我们配合竞选总部这边 会在明天的时候提出形式的告诉 针对应该负责任的粉丝专业 应该负责任的记者 乃至于是编辑台下标的人 或者是呢 决定打上这些女童母亲非常愤怒的相关的编辑 谁应该负责的都应该去跟检察官去跟法官说清楚 透过媒体这个国家的公器 电波是国家公器分配给民 给各个媒体使用来打击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应该要被唾弃 遗憾的是 我们只看到NCC处罚某一家媒体 对于这样的行为都做事 我们认为是不能被接受 当然我们也特别呼吁 蔡总统他所领军的国安警政检调国安系统 他们不是急声呼吁要抓假新闻吗 那这么多比比皆是的假讯息跟假新闻 不是调查局也成立了假讯息中心吗 他们只抓对于蔡英文不利的假讯息 或负面的新闻 请问公平正义在哪里 像这样的假新闻假讯息 他们要不要主动查呢 为什么国家机器在你们手上 只差一边的假讯息跟假消息呢 那么同时我们进办也正式的宣布 从即日开始我们几位发言人都不会再上三亿的政论节目 那么主要就是针对于现在的整个他们节目的操作的氛围 新闻操作的氛围都只是在做假平衡而已 如果几位上节目的相关的人 我们的发言人也不能够做清楚的阐述的话 那么与其讲我们不如向观众去做选择吧 他们的新闻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他们的政论节目都是有立场 像这样一面倒的节目或者是新闻 就让观众自己在选台器上做选择 那么但是我自己是学新闻的 那么里头三亿有很多我自己的前同事跟老朋友 我真的郑重的呼吁希望在新闻的价值跟坚持我们所学的新闻道德最基本的防线就是要查证 查证再查证你可以有立场你可以有批判你可以有选择 但是新闻的事实是不容被污蔑不容被扭曲的 报导事实是记者的天职 我自己是媒体出身 我非常沉痛也非常郑重的做出这样的呼吁 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好做出了以上的声明 谢谢大家 我们会再宣布明天上午的时间看看律师这边的听起方便 想要提问因为刚刚这个江冠宇医师就是在这个脸书上 把这个女童的照片跟一个感染不小心感染这个泡疹的婴儿照片放在一起的 那这个家长说是要提告这个小儿科医生 那小儿科医生他这个 对不起他现在内科医生 然后他认为说就是如果他道歉的话会违背他的原意 因为他原意是对外就是宣导这个卫教 那韩伴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部分我所知道是家长本身准备要对这位医师提告 那么就用家长他的观点去看法 我先尊重这位家长 但是我们只是诚挚的呼吁这位医生 就跟新闻道德一样 医师有医师的道德 如果你要这样来检验韩国瑜的时候 你是不是对其他的候选人其他的人也同样做一下卫教呢 那么这是公平性的问题 那么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医师 这些专业的人士我们都非常的敬重 但是也请敬重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职业道德 发言人我想请问一下 关于昨天这个活动 在韩市长去参加活动之前 有先告知说参加活动的家长们知道说 等一下他可能会来回来参与这个活动吗 因为这个活动基本上是我们去参与候选人的活动 那看起来这个候选人 就是当事人参加比赛朋友 小朋友不见得知道 也许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办的 是候选人的活动我们去参加 但是要不要让小朋友上台 或者是要给谁报 这个至少是家长自己现场可以决定的 也许他不是那么 一定是支持哪一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 可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 建议让小朋友让上去可以一起合照 上上镜头 是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是要强调我们真的希望 这是一个欢乐的事情 不要老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搞成很污名化 很丑陋很黑暗 那么基本上爸爸妈妈的声明已经很清楚了 他就只是到现场参加一个快乐的活动 那么现场他们来决定 要不要让小朋友上台 他也觉得媒体过度的解释跟扭曲了 我补充一下 在孩子父亲的声明里面讲得很清楚 孩子十月参与比赛 然后得名了以后上台跟这个来的贵宾合照 实属长期 我想光孩子的父亲这样讲 其实大家就真的很清楚 拿这样的事情来渲染 然后来做文章 甚至以卫教之名 然后行特定的公结之实 我觉得都是令人遗憾的 医生不应该有党派色彩 如果这位医师当初在蔡英文总统 抱孩子的时候 他也曾经拿出一样恐怖的照片 出来说 哇蔡总统抱小孩 亲小孩 小孩头皮可能会长泡疹 那我想我就很佩服他 如果他只是某一个候选人 他不喜欢 他就来贴这个照片 那这个医生 他是真的在做卫教 还是在批判特别的候选人 甚至在偷渡他自己的一致形态 是哪一种我想大家自由公平 他可以对得起他自己的医学知识跟良知吗 这是他晚上要反攻自问的问题 不好意思 应网友的要求点菜 不好意思 他说好像近时播的时候 他影片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应网友要求 我们把刚才影片再放一次 有需要的话可以再看一下 那其他如果需要提问的话 我们再另外问好吗 谢谢 不好意思 想请教一下 因为昨天那个 韩市长有参加一个行程 里面有宝宝爬行比赛 但是呢 在台上的时候 市长抱起宝宝的时候 宝宝大哭 也引起那个宝宝的家长 不好意思 想请教一下 因为昨天那个 韩市长有参加一个行程 里面有宝宝爬行比赛 但是呢 在台上的时候 市长抱起宝宝的时候 宝宝大哭 也引起那个宝宝的家长不满 很多家长也认为说 那个市长这边 还有主管单位这边 并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同意 就把宝宝抱走了 这样子 这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首先呢 你要先确定 爸爸妈妈不满这件事情事实 他们已经有在脸书上 有先讲 好的 因为就像上午 我信任这位媒体朋友 他也是我认识的 蛮资深的媒体朋友一样 他告诉我的是 连有爸爸妈妈已经在脸书上讲了 他们就是没有被告知 没有被同意的情况之下 就来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很不满 所以我们针对他的问题做回答了 以上是我们的说明 还有其他的提问吗 没有他就谢谢大家了 谢谢